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我林可英跟大家分享小故事 每个故事的开始都是有一天 有一天小明就去台湾旅行 这时候他就到了台湾 然后就发现哎 怎么这里的温度特别冷 因为现在是台湾的这个冬天 所以他就觉得很冷 所以他在酒店呐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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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呐 250 OK他就一下子就每一种挑一件就一套毛衣一个外套 然后还有一个椅毛外套啊 所以抄了之后呢他就直接那个 在挑了之后呢他就直接啊把500块钱就放在桌子上 剩下的就别找了因为这个价钱实在太太便宜了 500块可以买到啊这三件衣服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听到后面有一个声音 喂你这个臭小子别跑啊 你拿了我的三件衣服啊 我怎样跟我的客户交代呢 这时候呢小明才领悟到 原来刚刚他去那间是干洗店 如果你觉得我的笑话不好笑不用紧 如果你觉得我不够幽默也不用紧 请把你的那个你认为比我更好笑更幽默的那些笑话呢 或者是一些啊那个文章呢都可以寄给我 然后我们就会分享给大家 请邮寄到我以下的这个地址 哦谢谢哦 如果你听不明白呢可以重按重播 如果你觉得哎不错很好笑 这样请你分享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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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